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朱月 起船中奔着后点而去 东庆武跟进的一脚打门打偏了 其实这个球如果东庆武不打的话 勇景千佑在后点也是有机会的 勇景千佑已经在准备了 结果没想到东庆武前插了 生花的高位压迫 重新获得了球权 继续来发动进攻 这一脚给的意图不明确 这个感觉还是想直接打门了 其实右边抢下球以后再分一下 你看 右边朱月传给他以后迅速地往前走了 其实再往右边分一下 最后那一两场打滑下的比赛还是挺积极的 到了亚冠层面也继续给机会 这次球传得不错 东庆这边 但是生花回防也很积极 朱月刚才最后时刻的这下回防 还是对勇景千佑形成了干扰 所以FC东京球只能再打出来 小专业也一脚突飞了 但是第一步跟防呢 确实注意力还是不够集中 对 光看球这一边了 但是对于身后跑动的进攻队员呢 好像有一点疏忽 45度起船中 进去里面第一落点 曾仲真人先顶出 外围二点球前接给拿下 生花继续策动进攻 张璐芬右侧 朱月 再次起船中 这次往后面去找 余翰超这边 遥远门注 看上去还挺像的 但是这一波进攻 生花队做的还是不错的 第一下其实是从左边 钱杰给一下分到朱月这边 船中点出来 钱杰给二点球拿下以后再分 东京这边谁也没碰到 洪晓婷先做了破坏 钱杰给拿球 再往右侧分 被高位逼强抢下来 西传中 中路危险 危险 李帅 李帅漂亮的这一项 对 朱月娣是很集中 东京的船球 包括中路的包超 已经到这个点了 但是最后呢 其实并没有说 用一个常规的动作 去进行一个射门 电了一下 只不过就是 下意识地用身上去电了一下 上去以后 因为他有身高 一方面能够提供一些中场支点的作用 看看 打好 给进过来 钱杰给 哎呀 怎么总觉得最后这两步 钱杰给这个速度缓下来了 嗯 其实就是 小碎步倒两步上去 这就是外脚被弹一下的事 怎么最后这个速度降的这么快 对 但第一下 梁子罗 直接打了 直接打 这个角度 距离 对守门员威胁不大 射中一下进攻 对 哎 李帅 这一下脱手其实蛮危险 但是 生华队其他防守球员 补的比较及时 对 再来看一下啊 就是跌高里 给拉科的这一下 东清雾再传门前 李帅出现脱手 呃 帅这一下没办法 因为球速快 对 他这一下不拖啊 露过去后点 不比亚定位就开进去 哎 点球 是华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 啊 这一下是这个37号的中心翻高 拽倒了于汉超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前面毕经号 针了一下 但是 后面于汉超 长距离的住口 还有个停顿 好球 很稳 好球好球 虽然对方门将是 判断准了一个方向 但是 于汉超贴定球 球最越快 这球其实角度 发的好 很刁钻 是 一开始看到门将 扑出去的时候 我其实紧张了一下 因为 其实门将判断的非常到位 但是于汉超这球 角度 球速 啊 这两点非常的完美 是 控一控 再传 本后点走 外围打好 重新立 哎呀 还是稍微着急了一些 主球出脚的这个点 稍微高了一点 对 奥马里这一下出现这种 手滑了的失误 是完全不应该的 而伴随着主赛办 马哈德梅赫的哨响 全场比赛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